大家好 这一集的罗布实验室想跟大家聊的是车载的千斤顶 就是随车带着菱形这样工作的千斤顶 大家应该在我古文胎的那期节目里 已经看到我用那个玩意儿了 真的是挺费劲的 对吧 别说对于女车主来说了 就算是对于我 也同样是不太顺手 而我今天想跟大家聊的呢 是这个 肯定你会说 这不是跟它有什么区别吗 神奇的是这个 它不是那个摇瓣 而是变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快瓣的 类似于快瓣班子的一个东西 可能还是没太看明白了 对啊 我稍微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先找到这个位置 然后在起初上升的时候 用手拧这个回应 很简单 好吃上劲了 吃上劲了呢 这会儿就该发挥它的作用了 之所以这个千斤顶用起来会那么的省劲 那么的轻松 主要就是因为它采用了一个杠杆学的原理 力弊越长 你所要用到的力呢 其实也就越小 不过还好啊 就是它的这个瓣呢 也没有设计的长到 让你去不知道把它放在哪的地步 另外呢 还有就是它中间轴的这个位置 采用了一个类似于快瓣班子的这么一个原理 这样一来呢 你用起来也就更加的省事了 因为你不用360度的去转它 只要一下一下咔啦咔啦咔啦 就OK了 就是这么简单 没看到我现在这个后面已经完全离顶了 是不是非常的轻松 然后这个东西本身是支持 我买的这个版本是支持两吨的 那其实我这个车好像才两吨出头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分配到这一个车罗上大概 嗯 有半吨 或者甚至不到 那我觉得如果你买一个1.5吨的 去支撑这种七系 这个级别的车 就完全没问题了 在安全角度来说 然后要把它放下去呢 就这儿有个 额片 拖一下 相反的方式 然后还是像刚才那样 手拧折后的一下 是不是非常的轻松啊 所以我个人建议啊 你买了一台新车 即使这东西你不经常会用到 但是这东西我记得我是花了100多个钱吧 在淘宝上买的 也把它换了 因为原车那个如果你在高速上 或者什么穷商批昂的地儿 偶尔用到一次 真的是挺偷偷的 但是这玩意儿 加上这个 我觉得比原车的真的是好用太多了 所以这个东西我真的是强烈推荐 什么牌都能看啊 叫什么 实力力牌 实力力牌 所以 还是希望大家永远都别用到这东西 但是用到呢 这个顺手好用 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再有呢 就是如果你真的要去给你自己原车 配这个的话 你要量一下这个尺寸 跟你原车的那个尺寸是不是类似 你像我这就明显的 明显的买大了 我买了一个两吨的 但其实我买一个1.5吨的就是足够用的